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然能沾那么久 我已经很久没有住公车了 感觉还蛮新鲜的 对了 我记得这附近有一家餐厅还不错 我们一起吃吧 好啊 贵不贵啊 不贵 那就好了 谢谢 你点吧 你喜欢吃什么 你点你点 我吃什么都可以的 按照你的口味点就好 不过不要点太多 一个菜就好 那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我都说了 按照你的口味点就好 我比较爱吃牛肉 麻烦你帮我点几个菜 他喜欢吃牛肉 好的 这牛肉好好吃 就是分量有点少 我跟你说 我每次做完翻译吧 我肚子都特别饿 我都想大吃一顿 你别光吃凉菜 来点硬货 来 这个牛肉可好吃了 来来来 在我的家商 我们是习惯生吃前菜 你的家商在哪里 苏梨市 苏梨市 好远啊 好饱哦 吃饱了吧 可以上甜点了吗 还上甜点 两位 你们的甜点 真的有啊 服务员 你这写错了啦 我们吃的是一百八 你写成一千八了 小树脸打错了 小姐 你们这次 真的是吃了一千八 要不然你仔细核动一下 不用 谢谢 你怎么点这么贵的菜啊 难不成我今天白盖了 不抓赔了 对不起啊 我刚刚过了点菜 没有看到价格 我跟你说 这个嘴就是无底洞 你知道我们现在吃了多了钞票吗 大吃上小肚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被开除 对不起 对不起 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能用公款 算了算了 你刚被解雇 肯定还需要一段时间事业 允许你不过足气 服务员 你把我没吃完的打包 打包 嗯 就 就这么一点 你还要打包 好吧 咱不打包 但也别浪费 嗯 虽然你就一点点 但是怎么着 也只一百八吧 我得洗脚慢衣 好吧 就送到这里吧 我在这里上车 晚上我还要去打工 你还要打工 嗯 你这么需要钱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地啊 然后赚点钱以防万一嘛 再是我弟弟马上要上大学了 我得给他赚点学费 今天真的要谢谢你啊 你还是拿着吧 本来就是你的工作 我只是过来帮忙一下 顺便学习一点 这是你老有所得 再说你还要养家啊 这个钱我们两个人一半 这样很公平 谁都不难受 你真的要算得这么轻 你要说算得轻 我还应该把饭钱给你嘞 那好吧 我跟你说 临时饭液这个职业的收入呢 很不稳定的 所以啊 你还要继续努力 不要觉得八百块钱 拿到手就很多了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啊 要联合起来 来 车来了 我跟你说了 拜拜 拜拜 喂 小副 你过来接我一下吧 喂 小副 你过来接我一下吧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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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